我已经决定了 老板 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期货真的不能碰 这东西绝对不能碰 一般人确实不能碰 但我 不是一般人 重生的优势摆在这儿 哪怕是期货的风险再大 对他来说也是减钱 含量者最终还是选择听令行事 老板 那你打算买什么 大豆 大豆 老板 你了解过大豆的行情吗 不是太了解 不过 我很看好 不太了解 还很看好 你在逗我 老板 大豆现在 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了 虽然前段时间 很多买的大豆的炒家 基本上都赚了不少 可现在不一样了 上个月农业部门 将相关的审批期限 缩短到了30天 加上新豆上市的季节性压力 和进口大豆 大量集中到货 这些可都是利空因素 做空的炒家和机构 现在都已经开始集体发力 事实上 之前两天 大豆的价格 就一直在持续走 不出意外的话 这样的局面 还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老板 你要买入大豆的话 恐怕不太行 老谭 你怎么对市场这么了解 老板 你让我建立金融部门 我当然要对当前的金融市场有所了解 加上我平时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关注这方面的东西 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哈哈 抱歉 抱歉 其实我也没打算现在就买 我要你做的 是帮我做好一切准备 然后在价格合适的时候 全部买涨 那老板你打算价格多少买入 1782元每吨 这是今年大豆年初最低的价格呀 我知道 可老板 既然你觉得会跌到这种程度 那就说明利好算是彻底消失了 到时候价格必然会继续下跌吧 不会 今年的大豆 低价我定死了 就这个 好吧老板 我会设置提醒 在价格靠近的时候 我就会注意到 你还没问我 保证金选择什么档位的呢 那老板你打算选择什么档位的呀 百分之五的保证金 什么 百分之五 这胆子是不是太大了 不过谈良者一想 大豆的价格 应该不会达到这个程度 但他绝对没有想到 今年的大豆 有点不同寻常 很快 一周时间过去了 周五这天 梁思宁的宿舍 来了一位客人 钟院长 呵呵 听说你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都在老梁这 我来看看你 不错不错 小伙子好像长高了一些 这多亏了梁老师的伙食好 哈哈 这么看的话 你在老梁这儿过得还挺开心 我还以为你在这儿 每天都苦着脸呢 幸中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我这儿就得苦着脸 难道我还能虐待他不成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这意思 瞧小蕾 有没有兴趣去参加一个新项目 没兴趣 你就不问问我是什么项目 什么项目都不敢兴趣 上次参加的那个项目 我就感觉无聊 瞧小蕾啊 这次的数学建模比赛 可比之前有意思的多了 要建模 编程和论文 是全国性的大比赛呢 而且啊 这个比赛不光有奖金 拿到名次 也是汇在你的档案里的 将来无论是选择学校 还是找工作 可都是很重要的加分项 没兴趣 这尤言不尽的样子 让钟振明很是无奈 瞧小蕾 你真的应该试试 正好我们学校有一支参赛队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到时候我给你一个名额 跟他们一起参赛 这个比赛需要准备时间吗 就是我们练习之类的吗 当然需要 比赛是有时间限制的 参赛小组需要分工 有人负责建模 有人负责奔程 还有人得负责写论文 这些都是需要配合的 当然也得进行练习 主要是为了让小组配合默契 好 我知道了 我参加 你答应了 当然 虽然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但我也乐意学习学习的 参加竞赛 总比整天在学校里 跟坐牢一样的好 好哈哈 答应就好 四日一早 乔小蕾还在睡梦中 就被老乔叫了起来 臭小子 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爸 今天周六 周六怎么了 你小子是不是忘了 今天还得去江城大学呢 那不是九点到就行了吗 而且那些大学生 肯定都会迟到 人家迟到关你屁事 你一个小屁孩 还不得去好好表现表现 你和人家能一样吗 无奈 乔小蕾只能老老实实起床 江城大学某办公室 这次参赛组的学生 已经有三个人了 三人都表现得格外热情 其实我和中校长只是见过几次 不太熟 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长辈托关系 让我来跟大家学习的 所以哥哥姐姐 你们该干什么 干什么 当我不存在就行 我就是个打酱油的 果然 这话出口 三人之前的客气 也立刻消失了 乔小蕾来的呀 没想到你来的还挺早 不错不错 呵呵 中院长 中院长 好 竞赛只有半个月了 时间仅任务重 我也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乔小蕾他将会以实习生的身份 加入这次数学竞赛 以学习为主 帮助为辅 大家生活方面该帮忙的 也帮帮他 当然了 你们可别小看了乔小蕾 这孩子恐怕不比你们差 所以在学习方面 该请教的 也可以请教他 众人心里暗自吐槽 不过面对钟正明 倒也没人敢多说什么 只是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既然大家都没问题 那就这样吧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开赛了 你们可以在这段时间 多磨合磨合 我的建议是 从往年的一些题库里面 找几道题 乘着这个时间练习练习 了解了解流程 到时候做完了 可以把论文拿来 我帮你们看看 就这样了 你们忙吧 丢下一句 钟正明匆匆离开 小朋友 你看得懂高数吗 懂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 就是一点点 那就是半调子都不算了 你懂得太少了 也帮不上我什么 而且我的工作量比较大 没什么事情照顾你 你找他们带着你吧 我也没时间 我虽然会点编程 但现在还在努力学习 没那么多时间照顾小朋友 至于让小朋友学习编程 这东西太复杂了 不是一个小孩子就能够学会的 男生把目光看响了周莹 周莹 这个小朋友就由你来负责吧 反正你就一个写论文的 没啥事干 周莹顿时傻眼了 可两人显然已经达成了故事 没错没错 女孩子一般都有耐心 带孩子也不错 对而且梁老应该是让他来跟着学习的 小学生现在能学什么 无非就是写字画画而已 稀里糊涂的周莹就成了乔小蕾的照顾 好吧 乔小蕾倒是是没多说什么 反正他只想光明正大摸鱼 甚至就算是晚上不回家 直接回自己的珍珠湾去 都没人挡得着自己 但悠闲的日子 在距离数学竞赛只有三天的时候结束 结散了 你说什么 乔小蕾满脸错愕的 看着眼前的周莹 昨天高山和李牛吵了一架 两人就闹掰了 高山当时就退出了 李牛后面也退出了 说是打算拉别人去参赛 至于我 他们没打算叫我 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去参加建模竞赛 所以只能放弃参赛了 啊 竞赛小组解散 显然让这个姑娘格外伤心 再找两个人不行吗 时间太紧张了 要参加建模比赛的 基本上都有队伍了 哪怕是再找两个人来 但本身需要提前准备配合 不然比赛的时候 配合不默契 问题只会更多 而且 好像没人愿意和我组队 毕竟我只能负责写论文 周莹姐姐 要不你自己上吧 啊 我自己 一个人参赛 对啊 我看过参赛要求 组队要求那一行里面要求的只是一至三人 那就说明你一个人参加也行啊 哦 不行不行 虽然规定是一个人也可以 但这么多的事情 根本不是一个人忙得过来的 而且我也没有这个本事 不是还有我吗 你 对啊 加上我 那就是两个人了呀 周莹姐姐 本来我只打算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和你交往 但现在看来我得让你明白明白我真正的实力了 我接下乔小蕾一边说着一边就这么当着周莹的面在电脑上敲起了代码 随着乔小蕾的代码敲得越来越多 程序越来越完善的时候 周莹忍不住张开的嘴 你 你 你会编程 而且还这么厉害 哦 其实这个程序还能够继续优化 不过用来应付一个建模竞赛 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 哦 而且你们之前的模型建模其实是有问题的 周莹突然想到了 之前钟正明说的话 大家都觉得只是开玩笑的 可现在才知道是真的 我 我能问问你平时都是怎么学习的吗 平时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 多开动脑筋思考思考 很多东西都很简单呀 很难吗 你真是天才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所谓的天才 大多数的天才 不过是理解能力比别人强一点 最主要的还是拓宽思维和眼界 所以啊我们继续参赛吧 啊 跟着一个小学生蹭比赛 他有点不好意思 建模和编程方面 我们可以商量着来 但论文就得你完成了 事实上在我看来 最重要的是论文 你 你真的这么认为 我的建议是 姐姐你这两天就研究怎么写论文 你可以去那些论文网站上 或者一些期刊上看看 那些业界大佬是如何写论文的 虽然咱们参加的只是一个数学建模竞赛 但我的要求是 姐姐你写的论文 是能够直接上期刊的那种级别 好 那我们就一起参赛 他也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 拿到好的成绩 接下来宝言也会更加轻松 而乔小蕾 只是不想回去接受梁思宁的监管 两天时间转眼即过 你终于来了 怎么样 昨晚睡得好吗 还不错 那就好 我们快吃早餐吧 吃完就要去机房了 不过 两人还在吃早餐的时候 遇到了书 高山 李牛 这两人此刻就站在一起 而且看样子 明显就是一个组 你们 你们一起组队了 周蕾 你 你也来了 周蕾 没想到再这遇到你 周蕾面色有些难看 哟 这不是周蕾吗 我听说你的小组建模和编程的都走了 怎么还能参赛呀 柳如烟 这人是周蕾室友 周蕾瞬间明白 你能把我的位置换给了柳如烟 两人支支吾吾 没有否认 什么叫把你的位置换给我 他们更加喜欢我 当然愿意带我了 毕竟我又不是带着古穷酸味的香罢了 此话一出 周蕾面色顿时一阵惨白 怎么 戳到你痛处了 说起来你这人也真是的 高山和李牛为了不伤你的自尊 特意演了一出戏 把你踢出局 你还屁颠颠地追到这儿来 周蕾姐姐 我们走吧 感觉有股香味 味太浓了 我闻得恶心 小屁还没见识 香水都不知道 果然穷酸永远只会和穷酸在一起 香水 我听说外国人很喜欢用香水 是真的吗 那是当然 我这瓶香水可是托人从法国带来的 价钱可贵了 我爸爸说 外国人之所以用香水 是因为他们汉线发达 容易有糊臭 所以用香水能够掩盖糊臭味 这位阿姨 你是有糊臭 才喷这么多香水吧 臭小子 你说什么呢 老娘没有糊臭 没有糊臭 你喷那么多干什么 我 算了算了 周蕾姐姐 咱们快走吧 再待在这里 我感觉我不是和人说话 而是跟快腊肉说话了 周蕾忍不住笑了一声 不过她也没再多说 拉着乔乔乔便快速离开 赛前钟正明 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此后便离开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 八点钟 铃声准时响起 所有学生立刻操作自己面前的电脑 下载试题 题目分别是A B C三道 每个小组需要选择出自己的题目作为目标 然后在接下来的72个小时内完成作品 这题 这题太难了吧 完了 这两道题 怎么能这么变态 之前的竞赛题没这么难啊 怎么我们今年这么倒霉 完了完了 我甚至看不懂题目 无数学生们忆认了起来 雪碧吧 B的话看上去似乎更难 但主要的核心问题还在数学方面 基因切片这一块只是有所涉猎 我们应该可以查到相关资料 选A 选A 我没有记错的话 打分是按照题目选择来看的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B题 我们可以尝试A题 相对来说更容易拿一个好名字 可是为了拿一个好名字 选择一个更难更没有把握的题目 会不会吃力不讨好 这道题太难了 主要涉及的是电力 而且还是需要储电和电力传导 这些东西难度不低啊 这几道题我都有把握 所以不存在难不难的问题 那好我们就选A 而在乔小蕾和周莹 已经确定了目标 开始快速进行模型推进的时候 坐在他们对面的高山三人 一直快到中午的时候 才终于做出了一个桶 下午又是一场攻坚战 大多数都在忙着手头的工作 不过在这一片安静之中 却有一个打电话的声音 那么不合适 柳同学 你还要去吃海鲜 看电影 对啊 怎么了 我们正在建模竞赛呢 时间很紧张的 那不是你们还没结果吗 反正我就一个写论文的 等你们结果出来了 我很快就能心好 总不能让我在这耗着吧 可是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直接转身变走 甚至都没有跟高山 和李牛打一声招呼 两个男人只能继续干 当他们努力多次 并且多次尝试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计算出现问题 出现了强烈的挫败 不行 还是错了 我们的计算模式有问题 也不知道是谁出的题目 根本就是要把人往死里坑 没办法 肯定是我们哪里出错了 要不今晚就到这儿 回去睡一觉 说不定明天早上就有新的思路了 现在看来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两人起身准备离开 但高山却论着 看什么呢 但这一看 李牛也带着 这 周莹这么快就能写论文了 他们选择的也是AT吧 速度可以这么快吗 不过先写论文倒也正常 毕竟提交前还能修改 但是他一个人 不可能还有精力做这个吧 是那个小屁孩主导建模和编程 啊 一个小学生 能建模和编程 应该是瞎懵的吧 一个小屁孩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我估计就是在瞎搞 周莹也不会做 所以干脆就跟着这个小屁孩一起乱来 在高山看来 周莹显然就属于白烂 也是 我差点就被吓到了 还以为周莹这么厉害 一个人参赛还能搞定呢 想想也是 我们都搞不定的 他凭什么能够做到 走吧 回宿舍睡觉了 明早还得早起呢 第二天甚至天还没亮 不少人干脆就直接起床 来机房忙活 大家都好努力 我们也得加油了 昨晚我们把第一问解答了 今天争取 把第二问也给解出来 这样的话 明天我们就能用一整天的时间来修改论文了 不过在他们两人进步如飞的时候 坐在他们对面的高山和里面 此刻 全面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们昨晚失眠了 和大多数参赛选手那样 他们最后还是愁得睡不着觉 导致今天早上都带着黑眼圈 更让他们郁闷的是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柳如烟终于姗姗来迟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 难道你不知道 现在我们是数学建模竞赛阶段吗 正是要紧时刻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不就来晚了一点吗 至于吗 什么叫至于吗 这是数学建模竞赛 是很重要的比赛 你这是什么态度 什么叫我什么态度 你又是什么态度 我来晚了一点点怎么了 而且我不是已经来了吗 何况我一个写论文的 来早了也没什么事 你这么久着不放散怎么回事 小鸡肚肠 你 怎么 你还想要对我动手 消消气消消气 别冲动别冲动 大家都是为了这次竞赛 千万别伤了和气 第一次 李牛有些后悔 踢掉周莹 乔小蕾和周莹 却谁也没关注 两人依旧 还在努力攻克自己的题目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十一点半左右 乔小蕾 才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 搞定了 总算弄完了 辛苦了 周莹姐姐 你也辛苦了 接下来还得辛苦 你把论文优化 没问题 明天有一天的时间呢 我今晚就回去了 明天不来了 周莹姐姐 你加油 好 我送你坐车 整个机房里忙归忙 其实更多的人 已经心生绝望 高山和李牛小组 此刻同样面色愁苦 时间不够啊 接下来一天时间 我们能够完成 最后的结算就不错了 虽然麻烦一点 但也不是不能够解答出来 就是时间上面有点紧张 实在不行 今晚我们再熬一个通宵 应该能够拉一拉进度 对 通宵也不错 就是论文必须得开始写了 到时候我们第二问的结果出来 论文也要同步跟上 要不怕是来不及 高山虽然有些无奈 但也知道 李牛说的是对的 当下只能硬着通 有同学 干嘛 这么晚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回去了 恐怕不行 怎么回事你吗 这么晚了 还不让人睡觉 不知道女孩子的皮肤 最主要的就是保证睡眠质量吗 有同学你听我说 高山无奈 硬着头皮解释了一阵 就差直接跪下 好在 柳如烟终于答应了 先开始弄论文 但不写论文不知道 一写起来 他们才知道 问题到底多什么 他们还没说什么呢 柳如烟被两人一阵指点之后 却率先不大 你们拉怎么回事 到底是你们写论文 还是我写论文 我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你们要不别找我写 你们自己写算了 真是的 我陪你们熬夜熬这么久 就是让你们挑毛病了 说完 他竟然起身准了 你不能走 你 你要是走了 我们小组就把你踢出去 论文我们自己写 到时候不加上你的名字 你凭什么 就凭你写得太烂了 就凭你态度不端正 我写得烂 那你自己写 我已经报了名了 凭什么不加我的名字 你看看你写的什么鬼东西 那你写得好 你写给我看看 你 杨卫 杨卫消消气 别生气啊 犯不着啊 我们与其在这对骂 不如多忙点事情 到时候拿了奖 获得学分 那不是皆大欢喜吗 老李 你继续解题 我来指点柳同学 一起写论文 这样怎么样 柳同学 咱们最后一天了 就咬咬牙坚持坚持 各退一步 好不好 哼 四男人 高杀 我是跟你面子 要不然我现在扭头就走 这过境在我才不稀罕 早知道是这么一个人 我还不如就和周莹同学一起 至少他论文写的比某些人好多 你说什么 你说我的论文还不如那个香巴佬 难道不是吗 人家周莹一个人参赛 早就已经开始写论文了 不像某些人 来打个酱油人就跑了 一点责任心都没了 死男人你说什么 我就算是不来 闭着眼睛写 都比那个香巴佬写的好多了 你竟然说我写的还不如那个香巴佬 周莹比你强一万倍 你叫人家香巴佬 但实际上你还不如你嘴里的那个香巴佬 当下柳如烟愤怒起身 直接来到了对面的电脑旁边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这个小鸡肚肠的死男人不是说 我比不上这个香巴佬吗 现在就让我看看 这个香巴佬的论文比我好多少 不可以 这样的竞赛是有严格规定的 不能够偷看别人的成果 看什么 就这个香巴佬的实例 他写的破东西 还真能给人借借不成 来啊 你们来看看 这香巴佬的论文 那一点比我好了 李牛第一个不服气 直接起身就走到电脑面前 但仅仅只是看了开头的简术 李牛突然愣在原地 而一旁同样凑上来的刀杀 也瞳孔一阵收缩 咦 这个香巴佬竟然一二问都解出来了 而且 这方法和你们好像不一样 他该不会是瞎写的吧 不可能 这绝对不是瞎写的 他是真的解出来了 而且无论是方式还是结果 都比我们好很多 没想到 没想到他第二问竟然用这种方式来 这 这也太强了 终于 看完全篇 两人互相对视野 我们和这个比 就是垃圾 别说是拿第一名了 能有一个名字就算不错了 明天他只要完善一下 这一次的建模竞赛 轻轻松松就能拿一等奖 什么 这不可能 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 走吧 我想回去睡觉了 这次怎么努力 都比不上周莹的 我们这次想拿成绩 还是洗洗睡吧 根本不可能比得过 你们这什么意思 放弃了 不放弃也不行了 我们和他选的是同一道题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李妙同样点头沉默 你们两个废物 既然已经看了论文了 难道就不能直接用这个箱吧老的吗 抄 抄袭 不行 那逮到我们绝对晚晚 读书人能说是抄袭吗 难道不能借鉴 再说了 你不说我不说 谁能知道 我们抄了那个箱吧老的 不行不行 绝对不能这样 我们看了他的论文 本身就算是违规了 要是再抄袭他的 那我们成什么了 什么成什么了 借鉴一下难道不行吗 就你们那样子 第二问能解答出来吗 有现成的 为什么不抄 再说了 这次省赛可是能加学分的 要是拿了第一 还有奖金 这可是写在履历上的 以后找工作都比别人工资高 不行 绝对不行 抄袭被抓到 是非常恶劣的 到时候别说什么履历了 能不被开除 就算不错的了 你说对不对 领忧连连摇头 转头看向高山 其实 我觉得吧 有同学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借鉴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你说什么 你疯了 在数学建模竞赛结束一周后 周莹没电话 乔小蕾再次前往江城大学 刚好碰到了周莹的一个室友 啊 你找周莹 你不知道吗 周莹昨天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姐姐 你们大学生开玩笑 都开这么大的吗 我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 昨天学校翻了全校通报 你进学校的时候没看到吗 见乔小蕾摇头 你还指了指一旁宿舍区域的公告栏 在公告栏上 贴着一张崭新的通报纸 这上面写的周莹在竞赛过程中抄袭 一定是开玩笑吧 开除学生这么简单的吗 说开除就开除 昨天的时候 学校突然通知周莹去教务处 开始调查他竞赛抄袭的事情 因为周莹的论文和另一组的论文一模一样 另一份还是周莹同一个宿舍的 柳如烟所在的小组 但学校经过调查 甚至调取了当时的监控 而在监控里 周莹确实曾经去柳如烟他们小组的电脑面前 并且开机操作了一段时间 当时面对这些证据 周莹不可思议 同时又立刻解释 但最终的结果就是 校方严肃处理 宣布开除 昨天晚上的时候 周莹就被强制要求 收拾东西离校 所以 现在周莹在哪 没人知道 一边走 乔小磊一边摸出手机 拨打了中院长的电话 喂 乔小磊啊 你怎么想起给我来电话了 是不是想要参加我的新项目了 中院长 你在哪 我在燕京 最近有一个学术交流 怎么了 周莹没有抄袭 谁 抄袭 周莹 听他这话 估计中院长不知道这是 看来中院长你还不知道 学校最近发生的大事 乔小磊丢下一句 随后直接挂断电话 当务之急 还是找到周莹再说 乔小磊想了想 最后还是找到了石春生 石伯伯 我找你是想要你帮我找个人 找人 谁 我一个姐姐读大学了 最近发生了点事 乔小磊把事情大体的解释了一遍 这什么狗屁学校 学生辛辛苦苦的才考上大学 怎么能就这么开除了 你放心 你把你那个大学生姐姐的信息跟我说一下 要是有照片就更好了 我帮你想想办法 乔小磊没有犹豫 直接把这些拿了出来 我现在就怕周莹姐姐因为这个事情想不开 做出什么傻事 这样 我多找点人帮帮忙 顺便再让我那些客户留意一下 那可太好了 石春生做的 本身就是监控设备方面的产品 如果有这些客户帮忙 效果必然非常 消息放出去 不过两个小时 就有人传来了消息 人竟然在每时每刻 乔小磊 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哦 周莹姐姐 你没事就好 我还以为你被冤枉了之后 会做什么傻事呢 啊 做傻事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还能做什么傻事 再说了 家里都等着我赚钱 在学校里面解释了没用 我干脆就早点出来工作了 小周 是不是出傻事了 还有 你怎么认识我儿子的 啊 乔小磊是老板你的孩子 他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乔小磊竟然是乔建军的儿子 接下来 乔小磊又把来龙军了 太过分了 令人发指 都是大学生 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那之后呢 我听说 你被监控拍到 你打开了柳如烟他们的电脑 这 我确实打开了 但我是被算计了 当时很多队伍都走了 准备坐车返回老校区 可柳如烟找到他 说他的论文忘了提交了 让周莹帮忙去提交一下 还威胁周莹 如果他不帮忙 晚上就要他好看 我当时确实怕他针对我 所以我就帮他弄了 可等我帮他提交的时候 才发现 他的论文已经提交过了 可没想到 就因为这个 我就被判定为抄袭 既然是他们抄袭你的 那监控没有拍到他们 碰你电脑吗 我没有看过完整的监控 但他们都没说这事 所以 如果小周说的是真的 那应该是 有人对监控做手脚 监控拍摄下来的内容 基本上都存在监控储存盘里 外行不知道 但其实要做手脚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那怎么办 有办法吗 如果能够找到原本的储存盘 这东西倒也不是不能解决 我让公司的技术人员找找 说不定能够找到线索 毕竟只要他们真的做了 那就肯定会有痕迹 真的吗 这个不能保证 但值得试一试 中院长来电话了 走吧 我们去江城大学 讨回公道 江城大学 一行人直奔钟振明的办公室而去 不过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 此刻已经有不少人在其中 甚至乔小蕾 还遇到了一个熟人 梁老师 灯 来了 小姑娘别怕 有什么事情 待会会给你解决的 谢谢梁老 你不用谢我 如果证明真的是你抄袭 那你也会被严肃处理 周英点点头 他深正不怕影子嫌 自然没什么好畏惧的 中院长 这是都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了 连开除的通告都已经发出去了 你叫我们来 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想知道 江城大学什么时候 开除一个学生 都能这么草率了 据我所知 开除学生 需要多个校方领导签字 结果这一次 大家的速度有点快 我这个副院长连消息都没收到 你们在一天时间内 就把一个学生给开除了 老钟 这次情况有点不一样 很多人盯着这件事 不一样 能有什么不一样 无非就是因为发电站那边 很看重这篇论文 所以这次抄袭的事情 被放大了而已 这事 说起来其实也不远 学术造假 抄袭这一类 本身就应该严肃处理 去年全国建模竞赛 也出现过抄袭的事情 那一对学生全部被开除了 这算是有前车之鉴 虽然开除的流程 有些不合规矩 但最终被开除 也是必然的结果 早一点 晚一点 其实也都一样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胡闹 规定这个流程 是为了让你们 为人师者的慎重考虑 同时也是让你们 好好调查清楚 结果呢 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在学生一直在俯任的情况 如此草率的就把学生开除 这是当老师的人能做的 老师们沉默了 这本身就不合规矩 而另一边柳如烟 最为紧张 但他确实抄袭我们了 这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证据确凿 人证无证都在 他不愿意承认 只是死鸭子嘴硬而已 我没有 我一开始就被你算计了 我根本就没有抄袭你们 算计你 你一个相伴了 有什么值得我算计的 你说你是冤枉的 那你说说 为什么你开我的电脑 那是因为你让我开的 我让你开 我疯了还让你开电脑 你明明就是盗取我的论文 你 我没有 那你说说 为什么你的论文和我们的一模一样 甚至只是改了一个名字 那是你们抄我 我们抄你 这可真是我听过的 最好笑的笑话 这道题的难度 大家有目共睹 这份模型和论文 是我们三个人 三天时间 偶心力血才做出来的 你竟然说我们抄袭你 我倒想知道 难道你觉得 你比我们三个人 还要厉害不成 不少人都赞同了柳无焉的话 我 我没有抄袭 我是被冤枉的 我并不是一个人身赛 我们组还有一个参赛选手 是乔小蕾 而且模型和编程 都是乔小蕾负责的 他是主导 这是我们两个人 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根本就没有抄袭 周盈啊周盈 是什么让你有勇气 说这样的话出来 这小屁还多大 一个小学生 能够参加数学竞赛 还能够作为小组主导 你仿佛在逗我 你竟然还说 他做出来的模型和编程 我们要相信你这话 那我们还真得去看看脑子 嘿嘿 说实话 就算是老乔这个当爹的 都感觉有点离谱 其他人 自然更不用多说了 你旁的梁思宁 忽然开口 我相信 众人一愣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位学术权威 我也相信 忘记跟你们介绍了 这孩子是梁老的弟子 他确实是我的弟子 而且恕我直言 贵校的学生之中 能够在学术方面超过乔小蕾的 实不存疑 阳老 您看中自己的弟子我们理解 但这话是不是太夸张了 这孩子才七岁 你说大学生都比不过他 难不成这孩子在娘胎里就开始学了不成 可对此 梁思宁只是瞥了他一眼 熟目寸光 他的脾气 大家大多也都知道 多数不敢和他理论什么 毕竟 有时候太过出乎意料的事情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钟院长 您的意思是 这孩子真的这么厉害 我知道大家不相信 但眼见为时不是吗 大家应该知道 之前我接的那个项目吧 老钟 你的意思是 这个孩子之前参与过那个盛海集团的项目 不是 众人顿时松了口气 乔小蕾不仅仅只是参与了项目那么简单 事实上 他之前在那个项目上 算是主导人之一 众人顿时大惊 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乔小蕾加入项目之后 接连给出了好几个方向的思路和建议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没有乔小蕾 就没有那个如此成功的模型 说他是项目的主导人之一 应该没问题吧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一个小学生能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 还能够解答出来 这根本不可能 钟院长从来不开玩笑 你的意思是 钟院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撒谎吗 没错 而且之前参与项目的人那么多 随便找一个人来问问就知道了 难道钟院长还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吗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否认这个小孩很聪明 但钟院长也说了 他主要是建议和提供思路 实际操作可不是他做的 和我们的竞赛 可不仅仅要思路这些 还需要实际操作 一个小孩子会什么实际操作 从始至终 没有说话的乔小蕾 终于开口 我这次来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厉害 只是为了证明周颖姐姐没有撒谎 你们有证据 巧合的是 证据这玩意儿 我也有 笔记本拿出来 第一时间就围上一群人 咦 这是草稿 还真是 开上去是之前A题的解答思路演算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是我们辛辛苦苦计算出来的 抄袭的不是我们 现在拿出这个来 不能证明什么 毕竟比赛都结束了一周了 谁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弄出来的 说起来 确实是 这个虽然只是草稿 但可以看出来 这草稿里面的东西 和论文有点不一样 确实 思路还是那个思路 但公式换了 好像更加简洁了 我就说吧 这一定是他们后来是准备的 这东西不能作为证据 根本什么都证明不了 其实也不是不能证明 这上面很多东西 都是超脱于之前论文上的 可以看出来 这东西应该是在之前基础上改良的 结果呢 有没有结果 最后模型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有结果 就在U盘里 里面有整个完整的模型 盘里还有一个圆门剑 包括了周莹姐姐 粗略写好的论文 这东西他们没有吧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立刻让高山三人面色大变 事实确实如此 几个老师第一时间把U盘插在电脑上 迅速浏览起其中的文件 这东西他们后来准备的 这不能说明什么 我没有监控 监控就能够证明一切 各位老师 各位领导 你们之前就看过监控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偷论文 相反 抄袭的是周莹 是他抄袭我们 只见办公室的大门 忽然被人远回开 石春生迈不走了进来 监控 小年轻 你们做这个手脚 有点不太行啊 就是生硬的删除一段 然后替换 稍微仔细一点的 都能直接看出来 说着 石春生把一块移动硬盘连接电脑 直接播放了起来 只见 在画面中 刚开始只是正常播放 其中 还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和人讨论 可播放途中 监控画面突然顿了顿 就见那个本来应该跟人讨论的学生 竟然又重新回到自己位置上 重新走过去和别人讨论 这是被人删了一段 然后用之前的画面替代了 之前怎么没发现这个 之前我们都盯着周莹和高山他们 没注意这个 荒唐 太荒唐了 这不能说明什么 万一是设备出问题了呢 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我们做了什么吗 为什么没有呢 你爷爷我干的可就是这个 石春生转身朝着身后 修复好了吗 众人这才注意到 还有一个抱着笔记本电脑的青年 石总已经修复好了 这监控都是咱们安装的 虽然文件被人动了手脚 但那个人的技术不算高明 机械硬盘随随便便 就能够把它删除的东西给重新恢复了 说着 青年点开其中一个视频文件 随后当着众人的面 按下了播放键 当画面中 出现他们第二天夜里 偷偷打开周银电脑的画面时 所有人便已经明白了真线 当证据摆在众人眼前的那一刻 高山第一个反应过来 文件跪迹地势 钟老师 我错了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不要开除我 对 各位老师 我们错了 我们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们原谅我们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知道错了 不要开除我们 你们当初污蔑周银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觉得你们做错了 周银甚至都被学校开除了 你们那个时候难道不知道错了 这事情太恶劣了 这绝对是江城大学前所未有的 不仅仅要开除 还要全校通报 通报是必须的 我们需要给周银同学一个交代 也需要警醒所有人 我们差一点 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学生 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组织开会 要深刻检讨 刀山里牛三人 此刻却早已经下得面色惨白 周银 周银你帮帮我 帮我求求情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别让我被开除了 求求你 你不能让我被开除 我们是室友 是同学 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给我一个机会 我再也不欺负你了 姑娘 害人的时候 怎么不想想这些 周银 我们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们也是被骗的 我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没错 周银 我们真的没想过要害你 是柳如烟 全部都是他做的 是他 就是他 是他逼着我 没有你的论文的 之后你被开除的时候 也是他逼着我们 作为正的 周银 您大人有大量 看在我们之前 红在一组的份上 帮我们求求情 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下半年就能实习了 我不能被开除啊 你们不用在这里 求这个求那个 求了也没用 周银同学本身就是受害 你们可以求他不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但学校的处理 和周银同学没有关系 你们去收拾东西吧 开除的决定 会在今晚之前救下来 这个结果 并不意外 但显然 是李牛和高山三人 无法接受 臭婆娘 贱人 就是你 都怪你 这一切如果不是你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你现在怪我 你给我能费 之前没本事解题 我帮你们解决了 你现在还怪我了 三个大学生就这么 当着所有人的面 展开了真人批天 现场混乱不堪 我们会立刻进行全校通报 告诉向全校师生解释清楚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让你蒙受不白之冤 同样的 作为补偿 我们将会给你一笔奖学金 希望周莹同学你能够尽快恢复过来 重新进行你的学术研究 尘埃落定 乔乔蕾三人也没打算多待下去 和周莹说了一声 便直接离开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